你再做事實查核都必須要 既然進了廚房就不怕熱 PTT是假消息的來源 但其實不是 P只是消息的來源之一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媒體新事例 我是佩芬 錯假資訊的影響極大 現在已經是全球危機 為了不讓身邊的長輩被欺騙 原本是竹科工程師的Charles 就運用自身的資訊專長 成立事實查核網站Michael Penn 讓任何人都可以查證訊息 帶您一塊來看 在電腦前仔細瀏覽 通訊平台上流傳的錯假訊息 這位存在工程師的Charles 為了不讓家人被假訊息影響 放棄在竹科的穩定高薪工作 投入事實查核領域 網路的影響 然後可能收到一些通訊軟體傳來的訊息 然後反而影響了他們原本的生活 平常不會做這件事的都突然做這件事 Charles在2015年 架設了取自台語Michael Penn 諧音的Michael Penn網站 針對假訊息闢謠 一開始不但得身兼數值 家人與親友也都無法理解 怎麼會放棄工程師的高薪工作 轉而頭向吃離不討好的事實查核領域 其實一開始是還滿辛苦的 就可以想像我們就是一般的老百姓 因為最早只有我一個人 那後續在經營上面也會有遇到很多挑戰 也是會有民眾騷擾什麼的 但是因為你在做事實查核都必須要 既然進了廚房就不能怕熱 那我們就還是盡力努力的在做這件事情 不管笑稱進了廚房不能怕熱 但Charles 一開始除了上班寫程式 下班批謠言 還得自掏腰包 彌補相關 運營成本 一直到加入國際事實查核組織 同時和平台合作 才讓Michael Penn有資金 執行更多任務 現在綜合起來我們團隊有七個人 其實已經可以開始做一些事實查核 以及媒體素量宣導的工作 除了民間組織 全台有超過2000萬活躍用戶的通訊平台LINE 業者也在2019年成立查證平台 在不侵犯用戶隱私的前提下 進行錯假訊息查核 整個LINE訊息查證官方帳號 到今年7月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66萬人次 舉報超過16萬則的可疑的訊息 所以它已經是台灣最大的查證平台 不靠自己單打獨鬥 LINE也同時和政府以及平坚單位回作 一起投入事實查核行列 不只要遏止假訊息 更要擴散支持資訊 我在LINE LINE TODAY裡面 開闢了謠言破解專區 然後在這個上面 我們刊登這些專業的查核夥伴 他們提供的澄清文 讓更多的人知道 同時LINE也致力將正確的媒體試圖觀念 向下扎根 與教育平台進行合作 設計影片與遊戲 交到孩童如何分辨值得信任的新聞資訊 碰到病毒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我必須要有一些自體的抵抗力 所以我希望透過提升他們的媒體試讀的能力 數位素養的能力 來提高他們對於錯假訊息的抵抗力 假訊息在台灣 台灣煩濫已久 甚至衍生出時代衝突 現在除了有民間打假平台Michael Penn 全台最大通訊業者LINE 也落實社會責任 打造專屬的事實查核中心 提醒民眾不要被錯假訊息所影響 除了民間平台積極打假 費力組織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也一群專業透明公正的原則 執行公共事務的事實查核 希望能夠降低假訊息的危害 錯假訊息在網路上散播速度極快 您也有收到過嗎 人手一機的時代 轉發訊息僅在彈指之間 儘管非常方便 卻也導致大量錯假訊息 透過病毒方式快速傳播 LINE 為了降低假訊息的巨大影響 經過國際事實查核聯盟認證的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參考國外具代表性的機制 執行三觀訊息的事實查核 我們有一些偵測的平台 有一些機制可以去看說 現在哪些訊息 現在正在大量的在社群 或者在同學軟體裡面流傳 那我們會評估說 這個訊息它對於社會公益 是不是有害 那它是不是有明顯的 這個錯假資訊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 閱聽人無時無刻 都能接收到各類消息 如何創造正確訊息 接收的信任圈 也成為查核中心發展重點 可能會到社大 或者是各大專院校 或是國中小學跟老師之間 做這個媒體試讀的教訊 讓民眾他可以有機會 在他自己看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他就知道說 這個訊息怪怪的 那我可以怎麼查 或我可以問誰 來取得比較可靠的資訊 除了通訊軟體 及社群平台 經常有錯假訊息 現在就連新聞媒體 也常因為養賴網路訊息 導致報導有錯 連帶也讓閱聽眾 對媒體的信任度日趨低落 媒體試圖要養成大家的思辨的能力 要養成大家的質疑的能力 要養成大家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就是不要過度的相信權威 不管他是政治人物 或者是你的老師 或者是媒體 專家表示 在現代社會中 閱聽大眾也要負起查證責任 但根據2023假訊息現象 及事實查核成效大調查 雖然有六成民眾認為 民間查核組織具有公信力 但卻有52.4%的受訪者 從未使用過 還有22.6%的民眾直言 自己不會主動查證 顯示出推廣查核責任 還有進一步努力空間 我們絕大多數人 都沒有辦法去看到 那個真相的本身 所以最簡單或是最必要的方法 是我們對於所謂 所謂我們認為是真相的訊息 我們可能都必須要保持的 一個是懷疑的態度 錯假訊息的傳播 經過多樣化鋪陳 加上各方難落實查核 導致錯假訊息的影響 既深且廣 查核平台該如何與媒體合作 創造可信的資訊空間 將是增加民眾 適度與查核能力的關鍵因素 除了通訊軟體以及社群平台 錯假訊息溫床嗎 為什麼大家在講說 PTT是一個假消息最主要的戰場 就是因為它所有的消息都會到PTT 那PTT又是一個透明的平台 它其實是比較沒有演算法控制 那使用者知道可以看到全面型的文章 所以你真的可以看得到 你假的也可以看得到 與一般社群平台不同 PTT並沒有辦法降低特定文章的點閱率 或是直接刪除使用者帳號 而是由使用者選出版主 叮叮版規 也因此當論壇出現各式各樣的討論聲音 你若是很明確的違法 不符合事實的 你只要被舉報的話 其實在PTT是會被下架的 問題是PTT下架 不代表新聞媒體會下架 不代表這個使用PTT作為文章為主的 這個內容的農場會下架 所以大家就會有一個印象 好像PTT是假消息的來源 但其實不是 PTT只是消息的來源之一 儘管錯假訊息影響相當深遠 有人卻認為假訊息也是言論自由 在112年宣判自第8號判決中 大法官特別與判決內蓄名 基於明知或重大情率之惡意 而散播假新聞或假訊息 本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 因此每個人對自己的發言 都應該要一定程度的查證一物 我們必須一方面考慮到 不要對言論自由產生過度的傷害 但另外一方面 也能夠在損害管制這個部分 產生一定程度的目標的達成 那這樣才能夠達到 我們對假訊息管制的一個目的 專家表示 台灣因積極嚴禮 隱隱措施 在兼顧言論自由的同時 也要防治假訊息 另外全球其他許多民主國家 也都指定轉法 試著降低假訊息危害 以目前來講 全世界的走勢是要立法 但是要立法 不是在立法去限制人 而是在立法去保障人 在這些數位平台的數位媒體上面 不會被這些操作者的攻擊 錯假訊息的防治是要大家一起來 首先就民眾來講 本身要有足夠的這個媒體素養 或媒體嗜毒人力 那對政府來講當然是要立法規範 就是除了讓民眾知道 什麼叫假新聞之外 對於假新聞政府也有這個 能夠壓抑他 甚至懲罰他的一個法律歸傷 論壇的匿名特性 讓使用者可以抒發想法討論 政府該如何保障民眾言論自由 同時降低假訊息危害 將是未來的努力目標 除了媒體要自律之外 閱聽者也要盡可能的查證消息 才能夠避免掉入陷阱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佩芬 我們再會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